马朝断交后各界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外交风波 会不会影响我国经济 其实我国确实向朝鲜出口油中产品 但是数量非常少 所以冲击不大 那多名受访的部长都强调 两国贸易几乎是零 所以不止不会冲击经贸活动 也不会动摇外资信心 因为我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 马朝关系从金正南暗杀事件后的名存实亡 来到如今的正式断交 两国除了有零星原产品贸易 在外国专家眼中 我国一直是朝鲜处理东南亚贸易 人力输出和非法交易的经济枢纽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斯里穆斯达法和财政部长 纳杜斯里东姑扎鲁都认为 朝鲜对我国的贸易占比非常少 经济贡献不大 因此断交不会影响我国经济 政府数据显示 我国2019年只向朝鲜出口了128吨 总值82万令吉的棕油和油棕产品 虽然去年出口量上升到144吨 但市值只有41万令吉 所以影响不大 至于引渡外国人引发断交 是否会冲击外资对我国的信心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纳杜斯里阿兹敏阿里完全不担心 他强调 我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不止尊重宪法 也符合国际法 他强调 我国依然非常受外资欢迎 明天他就会和首相前往沙巴 见证韩国企业 打造全球第一个境外电动车 电池工厂的签约仪式 投资额高达23亿令吉 电池工厂的签约仪式